许多社场在平阳的台商大厂 根据统计有多达上百家 都因为暴动而受到影响 而在胡志明市 影响相对比较小 台新金越南也有营业据点 那么是不是投资的计划 也会受影响呢 今天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表示 他仍然保持乐观 会那个越南投资会被受到影响吗 不会啦 我们按照计划 目前呢 看支出有没有可能先把人撤回来 不用吧 不会 我们在胡志明市里没有问题 发生这个很不幸啦 不过我想事情大概会过去吧